出道27年被劫持27次的萱萱 不愧是港区人质王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作为TVB的最佳人质 萱萱在2021版的拖枪世界中 依旧未能逃脱有萱萱的地方 就有绑架发生的宿命 刚刚杀青的一线成绩 更是达成了他平均一年被绑一次的记录 在接受采访时 萱萱也表示 出演人质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 熟练归熟练 被劫持的戏份往往危险戏数很高 02年拍摄《流金岁月》时 他被绑住双手连人带车可以进河里 03年拍摄掌上明珠时突降暴雨 他在巡押边攀爬险戏水牙 但因为不用提身亲自上阵 巡神对每一场戏都记忆深刻 有一次难忘点就是那次是雷霆第一关 有一支枝木插在这里 我们就洗船出去就说我绑了在那支木上面 然后被人这样绑了在这里 但我的船一洗完去 是每一支木上面全部都是水甲 女演员拍戏如此拼命 总会让人联想到家庭贫寒 但世界名校帝国理工毕业的巡神 却是个富家女 她出身富商家庭 父亲常年在新加坡工作 母亲则是航空公司高管 不过优渥的生活并没有磨平她的斗志 反而成就了她精英式的港女性格 她独立知信 开朗又骄傲 为演戏不惜和拍拖六年的豪门男友分手 或许她从未把加入豪门市为目标 和蔡少芬郭可颖陈辉 并称TVB斯大花旦的巡神 塑造过许多惊艳时光的经典角色 一号皇庭死忠敢爱敢恨的程若辉 省是真集档案四里知性豁达的吴乔军 他的新代剧形象理性坚强 是一代人的记忆 流今岁月的程天兰 就一句拿下过万千兴辉 我最喜爱电视角色奖 而古装又温婉大方 寻亲记中娇俏可人的吴廷芳 成了无数观众心中的白月光 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交织呈访 不仅将熏熏的事业推上了廷芳 让他在对待感情时底气十足 飞薰类别的第22年 古轩CP依旧是很多人难以忘怀的眷点 连他们的共同好友罗家良都刻得很奇迹 2008年 罗家良在新加坡参加镇在一眼时 被媒体问道 如何看待萱萱想向古天乐借经生子一事 老家当即表示 要去质问萱萱是不是觉得自己 没有古天乐帅才没绕自己 能拿下一代当玩笑 古轩的含糖量真的不是一般高 实际上不论是稀里稀外 古载对萱萱都是特别的 拍萱萱记事 他和郭显尼的吻为是戒备的 换成萱萱就直接对嘴 林峰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古天乐只对萱萱好 整个剧作他就只跟萱萱说话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不善言辞的骨仔很依赖萱萱 他的社交账号上 五年来只关注了萱萱一人 只要是萱萱在那场合 永远站在他旁边 和其他人敬畏分明 拍合照要把萱萱拉到身边 萱萱接受采访 他也会在后方偷偷观察 入行二十多年 古天乐合作过的女演员有很多 但能让他自在放松说话的 只有萱萱一个 萱萱和古天乐的第一次合作 是在那部 让骨仔名声搭造的 深雕下旅之前 因为相识于威时 不惜对人撒娇的萱萱 会在骨仔名前 破例变成小女生 古天乐的身世精神 在面对萱萱时 也会大打折扣 99年郑久文 醒自拍演唱会上 他拉着萱萱要表演 翻转写春天 吓得萱萱频频告扰 但这种只欺负你一个的行为 却被萱萱解读回 异性都把自己当哥们 你自己真是 纯粹当个人是个朋友的时候 他会收到你的讯息 是一个朋友的讯息 而不是一个 有少少 另外那方面的讯息 大家做朋友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不过这种讯息 似乎对大众无效 01年 他去美国参加 纽约情愿演唱会时 还被国外的海关工作人员 认作了古天乐的妻子 可惜寻情继后 鼓仔转站电影圈 萱萱也渐渐 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大陆 此后长达17年 两人都再无合作 王宝川被观众嫌丑 写600字小作文和剧组开思 萱萱进军内地是如何失败的 12年初 萱萱因缺席新都市人 沙青衍陷入耍大牌风波 1月10日 萱萱发布600字常文反击 支持剧组不守合约 与次瞒骗自己接机炒作 还拖显工资 剧组方则回应称 是工作方式和沟通上的原因 所造成的一些误会 出现的片酬已经结清 不过最终 萱萱仍未出席该剧的发布会 同年3月 萱萱自曝已与TVB写约 随后由他和陈浩铭担任主演的 薛平会语王宝串 在敌方为时开播 但这不被寄予厚望的作品 却因魔改剧情和复化 导臭力过猛 导致平分惨淡 萱萱本人也因与角色年龄相差过大 被吐槽老和丑 因为坚持自己做经纪人 他的宣传和人际都有不同程度下滑 之后的多部作品始终反响平平 一度不得不为新人作配 直到2016年 萱萱重新将中心转回香港 接拍了不懂撒娇的女人 事业才恢复起色 此后萱萱签约古天乐旗下的 天高娱乐竞技公司 不仅和古仔共用一个竞技人 还定习了犯罪现场和 营版巡情机两不定量的女主 由于萱萱的档期不足 古仔更是特意为她调整了 巡情机的拍摄顺序 两人合体出席的活动 也是充满婚礼极致感的珠宝展览 记者启红让古仔夸萱萱漂亮时 萱萱还趁机让古仔给自己卖钻石 本因为对方会照上敷衍 古仔却深深看了他一眼满口答应了下来 一年后 古仔买下游艇陪妈妈看烟花 却为外界传承 是为何萱萱的婚礼做准备 也不怪港没误解 实在是他俩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最佳拍张的CP感 过于深入人心 如今他们都以51岁了 男美婚女为嫁 感情能否更上一层未可知 但就像古仔为电影犯罪现场先生的 像我这一种男人唱的那样 做对轻轻松松双亲的好朋友 或者比恋爱少一点罪咎 恋人也好朋友也罢 总要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 你怎么看待这对老友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关注TVB大案馆 馆长带你了解更多TVB幕后的故事